我是要覺得很疑惑的就是說 這樣的藥其實會影響腎功能 可是大部分的小朋友們 好像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這個認知 然後覺得自己水腫就吃 水腫就吃 其實是很不好的 對啊 年輕人你哭泉 他身體又好 你到那個年齡吃利尿性 看看你腎不壞才會貴 我再補充一下 利尿性會濾的水是血管內的 那我們看到一個人 水腫是血管外的 所以他如果 其實他很多都是鹽分的問題 不是水的問題 那你把血管內的水又瀝掉 其實是相伸 那如果當下 譬如說像我們工作上鏡頭 我每天睡醒 我一定會 一定要空腹喝黑咖啡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的習慣 因為你空腹喝黑咖啡 有時候會 就是你上廁所會比較 如廁比較方便 一方面就是會比較容易 加強代謝 可是如果說像我們必須得 馬上消水腫 就是我知道 我知道力尿器不好 但是對我們的工作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要不然就是我把玉米虛茶當茶喝也沒用 你要馬上消水腫 就像吳主任剛剛講的 你是表面的水腫 不是血管的水腫 所以吃力尿劑其實效果並不好 其實最好的方式 就是促進淋巴循環 就是說你的肌肉有一點運動 利用那個淋巴的作用力 把一些表淺的這些淋巴組織液 能夠順暢地排到身體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 一大早也可能跑到去烤箱的地方 對 把汗排出來 那個才是表皮的嘛 你只有吃到血管 你的表皮並沒有 排水沒有排到外面 排到你健康症上 難關 所以你要用烤箱的話 把汗排出來 那個就會馬上消一圈了 就像我們去做SPA 做下半身SPA 做完一個小時 馬上穿小一吋的褲子 你拍戲起來跑不跑一個鐘頭 你絕對瘦的 太累了 累了 不然那個才是正常的 對